而迈入2022年美股今年第一个焦日日 三大指数同步收高 有多间企业也报喜 弥漫着一片正向的氛围 科技巨头苹果再写新记录 市值冲破三兆美元 那么成为了全球第一个达到这个里程碑 也是唯一一家的美国企业 只花16个月就增加了一兆美元 而特斯拉紧追载后 去年全年交车成绩表现亮眼 让执行长马斯克一天升价 暴增300多亿美元 以3000多亿身价 稳坐全球首富的宝座 美国不断加强经济复苏力道 但是经济学者就警告了 有五大风险需要当心 包括正在面临的 Omicron变种威胁 还有供应链的危机 以及美国联准会的决策 可能出现变数等等 寒出布局元宇宙 开发自家车等全新市场 给足了投资人信心 让iPhone制造商苹果的市值 在2022年一开春 一举越过三兆美元大关 皮股州一股价 一度在盘中触及 182.88美元的记录新高 中场上扬2.5% 而不被市值王抢去风投 电动车龙头特斯拉 最新公布的第四季交车量 也让人眼睛一亮 突破30.8万台 超出分析师预期 加上分析师预测 特斯拉在美国和 德国的新工厂 今年稍早可能就会 启动投产 势必将冲一波产量 也带动周一特斯拉股价 大涨13.5% 不过市场有不同解读 两大霸主同时报喜 激励美股三大指数 在今年首个交易日 开出红盘 斗床指数大涨近两百五十点 标普五百涨幅 达百分之零点六 纳斯达克则上涨百分之一点二 美股开年好兆头不断 加上就业市场 也从去年底 频频传来捷报 看似多将为 二零二二的经济复苏 带来强劲动能 但专家人警告 有五大风险 可能会使得情势大逆转 头号敌人就是新冠病毒 第二大风险 则是通膨的热伤害 尽管分析师普遍看好 今年年底之前降温 但现阶段来看 从民生食品价格 由价到房价 依旧居高不下 美国综合拜登 则在周一出手 和独立户的农牧业者 一起线上商讨 打通膨的对策 拜登 摩大货货 瞄准肉品市场 希望以降低肉价 来提升竞争力 白宫指出 目前全美85%的牛肉市场 以及70%的猪肉市场 全被四家大厂掌控 至于第三大风险 则是无法和通膨脱钩的供应链瓶颈 自上一波新冠变种 Delta 从方方面面冲击供应链后 专家认为 这次的Omicron 也会带来同等威力 而第四大风险 则是美国联准会 有没有可能走错其步 从原本已经计划 要终结刺激纾困 并释放出生息的讯号 现在却可能 因为Omicron的搅局 出现变数 尤其过去两年 美国政府寄出的 纾困金总额直逼6兆美元 却可能会在今年紧急刹车 至于最后一个风险 就是事事难料 TB的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